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6月15日 星期六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首先這段時間鄺仔有點病 不舒服 昨天休息了一整天 多謝各位網友的關心 近期天氣真的時冷時熱 各位老友記得多家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這一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先講講話說 紅磡有件事有個男子說自己被10個人圍偶 兼偷攝 現場情況如何跟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亦講講話說有個人跟的士司機吵架 結果變成爭執 當中有人被警方拘捕 另外司機聲稱自己不見事 不過之後放了一個大烏龍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個男子聲稱在紅磡的賭檔 遭到超過10個人圍偶 兼偷攝 究竟情況是怎樣的呢 報導機留言提到 今天6月15日早上7時51分 警方接獲一名男子報警 幻凌晨4時 在紅磡的旭日街 一處樓上的賭檔遇集 遭到超過10個人圍偶 當中有人用木椅作武器 他的臉和胸口都受傷 救護員到據報 旺角燈打市街一間酒店找到事主 幫他包紮和送丸 事主姓忠 38歲 不過其後對事件知吾以對 表示到公下劏房探朋友 離開的時間在梯間遭到8至10個人截住 問他朋友的去向 他拒絕透露 被對方用手和硬物襲擊 並偷走他兩部手提電話 警方暫列襲擊和盜線案處理 暫時未有人被捕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都怪怪的 這個男子說 去到一間賭檔 即樓上賭檔 遭到10個人圍偶 他自己說去公下劏房探朋友 離開的時間 被8至10個人截住 再圍偶 結果被人偷走電話 案件調查當中 另外亦說過這件烏龍事件 根據HK01的報道 的士司機和兩個喝醉酒的男子爭執 報稱遭到池棍搶錢 有個喝醉酒的男子激動 被警方反鎖傷手 了解過後揭發 司機根本沒有帶標開工 報道的內文提到 中環發生行劫疑運 在今天6月15日凌晨3時多 兩個30歲和37歲喝醉酒的男子 經過雲涵街44號對開的時間 懷疑有人輕微損毀的士的車身 30歲的的士司機建造和他們爭執 司機更加報稱被對方持棍搶走手錶 於是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其中一個喝醉酒的男子表現激動 雙手被警員用手扣反鎖坐在地上 經了解過後司機按發前 把手錶放在家 沒有帶標開工 至於的士車身遭到損毀一事 雙方就賠償達成共識 案件列作誤會和糾紛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今天凌晨3時有場糾紛 的士司機和兩個喝醉酒的男子有些麻煩 結果有人被警方反鎖傷手 另外司機報稱不見了一隻錶 但原來不是 這隻錶放在家裡根本沒有帶出 結果相關烏龍事件最終列作誤會和糾紛處理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廉署破名車連檢造假 元朗這間叫邦德首的驗車中心涉案 據報大門落閘 電話狂響 報導幾下問題 廉政公署昨天6月14日 公布 在上星期初 展開的列風 執法行動 涉及新界區 一間 運輸署 指定車輛測試中心的貪污造假 向三間車房東主收取這個賄款 每個月就幫20部接受連檢的車輛 偽造廢氣排放的合格數據 當中不少是名車 根據 運輸署指定車輛測試中心的網上名單顯示 元朗區一間名為邦德首 汽車有限公司 在上星期一 即6月3日開始 暫停車輛檢驗 直到另行通知 據悉這個 涉案的驗車中心 記者今早到店鋪 發現那間店鋪 大門落閘 店內空無一人 附近有其他驗車中心 有排隊驗車的車主表示 上星期已經聽聞 那間中心 是捲入貪污案 有人被捕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昨天有一宗造假案件 據報有一間驗車中心涉案 有消息傳出應該是元朗 這間邦德首的驗車中心 記者今早到過現場 下閘 另外電話狂響當然沒有人聽 另外問過附近驗車的車主 原來上星期都已經略有所聞 另外也提及這件事故 根據HK01的報導 惡劣天氣之下 半山梅度 十多米高的大樹 塌下來 報導的內文提到 本港今天6月15日天氣惡劣 凌晨近5時 半山梅度近三腳斜坡上 一棵超過10米高的大樹 連根拔起 凌空跨過行車線 樹頂部分倒在梅度 5至7號對開的戶土場之上 消防捷捕道場 封鎖現場一帶路斷 坐升降機把塔樹割斷而走 附近居民暫時無法出入 事件當中 幸運無人受傷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今早凌晨應該很大雨 梅到有樹垂下來 曾經有一段時間 居民暫時無法出入 又是辛苦消防員 另外也說過這件熱話 又是跟的士有關 了解一下進展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旺角喝醉酒的男子 坐的士多次改目的地 兼出手狂刮 遭到司機 用千斤頂橫拖 撥爆他的頭 報導幾條問題 由麻地日前 6月13日 發生的的士司機與乘客打交血案 司機涉嫌用 千斤頂撥爆男乘客的頭部 引致頭破血流 兩人在街頭對視 引來途人注意報警 最終兩敗驅傷被捕 原來姓王 44歲的男乘客 日前 晚上在尖沙咀一間酒吧消遣過後 和女性朋友 在加拿芬道 夾錢是截的士 兩人上了的士過後 姓王的男子 不斷改目的地 最初表示要去左敦道 後來又說要去廣東道 最後又說要去尼敦道 當到達尼敦道的時間 女性朋友 丟下了40元 引來姓王男子的不滿 兩人又爭執 起來 女性朋友未有你會 照樣下車 這個時間司機真是不勝其煩 要求姓王的男子 給車錢下車 姓王男子 老修成路 掌掛司機幾巴過後才下車 司機不甘受辱 下車理論 兩人互相推撞 司機最後在車尾箱 拿了千斤頂 來撥爆姓王男子的額頭 姓王男子當場血流屁面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整個案情曝光 原來是個喝醉酒的男乘客 首先是不斷改目的地 兼且出手掌掛的士司機 不過的士司機其實還拖 下車理論過後 在車尾箱拿了千斤頂 撥爆對方的頭 看來兩敗驅傷 兼且有下文相當麻煩 另外也講講這件熱話 根據HK的報導 話說認真壞 有個叔叔乘港鐵 是這樣坐 霸著兩個位 乘客要他 讓座 不過他拒絕 網友直撤他自私 問他 是不是 痔瘡發作 報道的男人提到 既然是給一個人的車費 為什麼會有霸佔兩個座位的道理 日前有位港南乘港鐵 不滿一名中年男子 坐於兩個座位之間的正宗位置 變相令到其他乘客不能夠坐 同車不少人只好站立 即使之後有婦人 想前示意 想要就座 不過對方仍然無動於衷 所以就圖民並茂 公審對方 就說幾有霸氣 整個形證 就是秦始皇 一個人坐兩個位 有網友斥責對方 舉動自私 就說 如果是我 說完 麻煩 不管他 縮不縮 都會照坐 又笑言 可能他 痔瘡發作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最新的熱話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這個男子 認真霸氣 一個人坐兩個位 說已經有人走過去 有位婦人就說希望他 樣樣 想坐下 不管你 借了龍耳 診隻耳 當不知道 結果有個港男 拍下這個男人的樣子 拍下他的衣著 放上網 結果遭到網友 一面倒的炮軍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如果你在街上遇到這個人 你又會怎樣處理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段片 繼續聊